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夺命海怪 影片一开场,忧郁叔和船员们就遇到了麻烦 而且大海怪紧跟着也出来添乱 龙套叔一看着当下就是一颤的 然后合情合理的领了号弯 转场之后,酱油哥正在跟大眼哥献着单 酱油哥说上个月船长嗝的屁 这次龙套叔又去了地狱 你说这下一次轮到谁去接上地呢 大眼哥说我听说咱这有大海怪啊 船长和龙套叔会不会是被大海怪害的 两人正混乱猜测的时候 忧郁叔刚好带着自己的闺女大兄妹打这儿都过 忧郁叔说上班时间闲扯淡 你们到底还想不想干了 不想干赶快给我滚蛋 大兄妹说亲爱的别生气啊 你就当是我爹放了个屁 大眼哥说你爹这个屁也忒臭了吧 差一点就把我睡一跟头 转场之后,作为生物学家的金发姐 正在河里做化验的时候 警长大鼻头带着自己的好记友忧郁叔出现了 金发姐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造成鱼类大量的死亡 有可能是这种水草干的 他翘唇那么撩人 丧偶多年的忧郁叔当时就试了人了 大鼻头说我警告你别想那么多 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开机场 到了傍晚 当酱油哥正在船上下球转的时候 大海怪突然就出现了 酱油哥拿着个棍儿 就打算跟大海怪抽来劲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毒液突然从大海怪嘴里就射了出去 当时就把酱油哥打翻在地 大海怪先在酱油哥脸上舔了一遍 然后就让这哥们儿领个饭了 转场之后 大眼哥开着游艇 带着大兄妹和酱油妹去捣上游玩 当酱油妹正站在河边想出炼的时候 大海怪带着马仔就上了岸 酱油妹一看当时就吓尿 急忙磨头就跑了 大海怪突然射出一股毒液 当时就把酱油妹给撂倒了 大海怪说海鲜我是彻底吃够了 今儿哥几个咱就来尝尝这人肉了 转场之后 当大眼哥正在树林里食柴火的时候 小海怪突然就杀到了 大眼哥说 哥们儿笑一笑啊 我先给你拍张照 小海怪一看 这孙子竟敢侵犯自己的肖像权 于是上去坑吃一口 就把大眼哥的好机油给咬残了 当忧郁叔开着车来到河边 正跟金发妹抽来劲的时候 旁边一对正车阵的男女出事 忧郁叔一看 这当下就是一颤子 心想这种事应该去快捷酒店呢 在这玩什么也浪漫 忧郁叔拿着枪一路追杀大海怪 可两条腿毕竟没有四条腿跑得快 忧郁叔不仅没把大海怪干掉 还把俩钓鱼的哥们给吓尿了 警长大鼻头带着人前来看他现场 大鼻头说 你瞒着我偷偷跟金发姐约会 你这可不对啊 凭我的经验来看 这两个受害人的 应该是野战的时候领的河岸 前车之鉴的 你可不能再跟金发姐吓唬乱了 忧郁叔说 我们俩纯粹是为了工作 没你想的当我握住 大鼻头说 你就甭跟我狡辩 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 转场之后 大眼哥轻伤不下火线 把大兄妹亲得是花枝乱颤 大兄妹说 你这伤要是不赶快治好 以后打手枪就不方便 走吧 咱赶快去医院 大眼哥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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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玩够呢 可当大眼哥和大兄妹 来到河边一看 发现酱油妹和油铁巴都不见 勘察完现场之后 大鼻头召集大家 开了一碰头会 大鼻头说 咱这来的大海怪 平时没事啊 不要去野外 尤其是那些有外遇的 一定要注意 想约会就去开中点房 能洗澡还有堂皇床 比什么都强 随后 大鼻头率领一支 作死小分队就出发了 准备干掉大海怪 温民除害 大海怪一看 大鼻头等人来者不善 于是当机立断 首先让沉默寡言的 长毛书领了哈汉 随后大海怪 分析了一下 当前的行事 最后决定采取 声东击西的战术 让大鼻头等人 彻底梦迷 第一个挂掉的 必须是没有一句 台词龙套 可大鼻头和面摊书 毕竟是老枪手了 再看面摊书 心不慌手不抖 当时便冲着大海怪 乞里咔嚓撸了几发 大海怪由于 躲得有点慢 当时就中难了 可万万没想到 这居然是 大海怪的一圈套 面摊书由于轻敌 当时就挂掉 当大眼哥和大兄妹 正在树林里 瞎球转的时候 意外发现 酱油妹已经领了哈饭了 而与此同时 小海怪也突然出现 这场戏的目的 不言而喻 就是告诉我们 只要方法给力 海怪也能嗝了屁 转场之后 忧郁叔和金发姐 用电台跟大鼻头联系 但喊了半天 大鼻头那边也没放个屁 龙套姐说 估计大鼻头已经去了球了 大眼哥和大兄妹 刚回到小屋 海怪们就组团杀了过来 大眼哥拿起望眼镜一看呢 发现海怪们 一个个绑大腰圆身强力抱 就意识到 是小寡妇上了村支书的当 今天可能要够呛 大眼哥说 今天不是他们玩的 就是咱里面玩 赶快找点应手的家伙 跟他们干吧 两人刚准备好武器 一个二货突然身先 十足大冲锋 大兄妹一招小寡妇豪横 直接就把这哥们的戏份 给杀了轻了 海怪家族一看 二货交了饭票 于是七大一八的 就快马嘉宾就杀到了 接下来鸡也飞了 狗也跳 双方打得比过年还热呢 大兄妹一个小李飞刀 直接就让二货 他二舅包了销了 紧接着大眼哥 给铁皮房顶一通电 二货的这帮娘家人的 全都领了盒饭 这娘家人一完蛋 婆家人肯干 大眼哥和大兄妹 大逼头已经哽了屁 重感情的优育书一看呢 疼的是肝肠寸断 两人在一起 那些浪漫的虐恋呢 禁不住开始在脑海中 慢慢浮现 金发姐说 我能体会你失去至爱的性情 但你冷静一点行不行啊 优育书说 杀父之仇 夺气之恨呢 此仇不报 今后我还怎么在这片混呢 转场之后 胡子书利用自己的肉体 射下了美人机 打算让大海怪要下地狱 可由于过高的 估计了自己的魅力 反而让他和龙套姐狗了屁 优育书通过GPS定位 和金发姐一起 终于找到了大眼哥和大兄妹 可双方刚一见面呢 大眼哥马上就领了二半 三个人在破船上瞎熟了半天呢 终于摸到了海怪的培育基地 最后在优育书的轴位下 三个人利用氧气 终于让大海怪和他的子子孙孙的 全都狗了屁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糖吃鸭精猫 海怪眼睛也够瞎 万不该把警长杀 你动他的好机友 他能不面移全家吗